上一集,我们开始讲红兽传和太平天国的一些背景 今集第十七集,我们就会开始讲太平天国的事 我们讲到红兽传,是个想读书去考功名的人 不过就考很多次都胖了老 有一次去考试又胖老之后,回到家大病了一场 在他病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梦或者有一个异象 见到有个老人家,给他一把宝剑,叫他去斩妖除魔 而这个妖魔就是孔孟之道和清朝政府 不过那时候他都没有做什么 又过了几年,他又去考试,但是又肥老 这次考试,他就拿到梁发社的一本《勸世梁言》 里面是讲到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 红兽传读了之后,就觉得书里面的耶和华 就是他上次发梦时候见到那个老人 而他自己呢,就是耶稣的弟弟,是耶和华的第二子 跟着他就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拜上帝会 他初时在广州传教不是很成功 跟着去了广西,就非常之成功 慢慢呢,这个拜上帝会就演变成为一个反清的民兵组织 到1851年,他们在广西金田那里起兵 两年就打了入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做太平天国 虽然太平天国只是存在了十几年 但是他里面很多政策呢,都是同中国几千年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呢,会拿几样重要的出来说 在经济方面,他实行的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 他们在1853年入南京 那时候,马克思才刚刚在伦敦开始写他的共产主义理论 当然啦,洪秀传就应该没读过马克思的 他在经济方面的理念,应该是在圣经试图行传 对初期教会的描写那里得来的 就是繁密公庸 在土地政策方面,所有16岁以上的男女 会人都分到质量相同的土地 15岁以下就减本 这里有几样东西要是特别讲下的 首先就是男女平等 通常在中国,男丁才是可以分到土地的 女士是没有的 但是太平天国就男女平等 另外,土地就有肥有瘦 好,有些地是很容易种到东西的 另外一些就可能是很瘦削的 是种不到什么东西的 太平天国是会将土地是分成不同的级数 那他们分配的时候呢 是会计算一些级数的 即是说,如果你块地瘦一点 你可以拿大一点的 他们的原则就是 希望做到完全平均分配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三着 因为呢 他们说这个是神赐的恩典 所以应该是人人有份的 在国家财政方面 太平天国用的叫做胜负制度 国家的财政呢 有五个不同的来源 首先是拜上帝会教徒的奉献 跟着呢 就是那些战利品抢回来的 然后去到每一个地方 那些人很多就自然会做 会送钱给他们 或者他们又会向那些有钱人来到冒捐 当然啦 如果有一队军队来到向你冒捐 你敢不敢不给呢 到建立了政府之后 就是一些税收 和一些国营事业的收入 这一张呢 是有人捐钱给胜负的收据 而在太平天国里面 军人是不准有私人财产的 在服装方面 太平天国呢 又要人民改变 清朝入关的时候 有所谓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 逼那些汉人呢 是穿满洲人的服装 就是 額头这里呢 要剃光它 留条边 如果不是呢 就斩了你的头 那这个样子呢 大家看起都看得多啦 到太平天国来了 就叫那些人要剪了条边啦 但是呢 头发就要留在这里 所以呢 他们就被人叫做长毛 现在香港的梁国雄 被人叫他做长毛呢 除了那些头发长之外 其实另外有一样东西呢 更贴切的哦 就是 梁国雄是个忠实的 马克思主义信徒 那跟太平天国那时候的思想呢 是很相似的 跟着这样更厉害啊 他们编了一个新的历法 叫做天力 又不是中国传统的阴力 或者农力 又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力 或者功力 在天力里面 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 单月三十一日 双月三十日 在传统的音力呢 每个月的一号一定是新月 十五号一定是月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就是二十四节气 好像是清明啊 立春啊这些 农民呢 是要看着这些节气来到耕种的 天力就更加强调这些节气了 每个月的一号一定是一个节 每个月的中间呢 就一定是一个气 而正月初一呢 就一定是立春 这幅图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其实是列了在某一年里面 天力、阴力和阳力的对比的 这个历法还有一个问题啊 天力会连三百六十六日 现在我们的历法呢 会连三百六十五日 会四年有一个润年 那大家怎么夹呢 天力处理的方法 就是会四十年的最后一年 它呢就叫做降船年 那一年呢 会一个月只有二十八日的而已 那我计一计了 在两个系统里面 会四十年都是一万四千六百一十日 可以夹回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这个降船年 节气夹不夹到呢 比如做冬 现在每年一定是十二月二十二号 或者润年就是二十一号 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 北半球日头最短的日子 那在降船年可不可以放在每一个月中间那一天呢 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 天力 用到太平天国忘了 当然就没再用下去了 在文化方面 太平天国有非常严厉的控制 所有瑜伽的书籍都是完全禁止的 好像大学啊中庸那些 你收买 买卖 或者可以读都要斩头的 其他的书呢 也都一定要政府扔个印 你才可以去买卖 他们就有二十四本指定的读物 包括了圣经 圣经的旧约就叫做旧遗照圣书 新约叫做新遗照圣书 不过这个名字就不是他们改的 马里逊在马六甲开英华书院的时候 他译圣经已经是用了这个名字的了 太平天国呢 就跟着照用而已 宗教方面 太平天国是个正教合一的政权 当然就是禁止所有其他宗教啦 他们拆了那些庙道观那些 而他们那些人做事呢 也都样样都是说是收到神的旨意而来的 个个都说圣灵或者上帝上身 给些什么指示他 就好像现在那些人玩神打呀 文米呀那类啦 那在节日那里 他们是禁止慶祝一切传统节日 只是准慶祝几个他们特定的日子 他们有六个特定的节日 包括了耶稣升天 天皇登基等等 其他的是完全不准慶祝的 他们的婚姻制度呢 就非常之出位啦 首先 市民要结婚 需要先得政府的批准 拿到一张结婚证书叫做合徽 才可以结婚的 这张呢 就是他们的结婚证书啦 现在只是有两张这些证书是留下的 非常之珍贵 下层的市民就只可以一夫一妻 但是你做官越高级呢 就可以有越多老婆 有些书说 洪秀全是有几千个老婆的 那如果市民或者当兵那些犯了错呢 其中一个惩罚就是要他们辞婚 还有他们是禁止离婚的 在管治架构方面 他们呢 其实是没有做过些什么的 可能还是打仗 没有时间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统啦 不过他们进了南京 就做了一样东西 就是拼命封皇 个个将军 官员都封做什么王 结果封了二千多个 那么多人封皇 这个含头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价值啦 当时洪秀全的大拳呢 已经被人架空的了 实拳 是在一个叫做杨秀清的人手上 杨秀清呢 就被封做东皇 那这个人呢 是好懂玩玩的 洪秀全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杨秀清呢 就说自己上帝上身 所以洪秀全都要听他讲 但是洪秀清就得罪了很多其他的人 也都得罪洪秀全 所以呢 在1856年 就有一个政变 洪秀清就被人杀了啦 太平天国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导人叫做洪仁干 他是洪秀全的唐兄弟 拜上帝会创办人的其中一个 不过 金田起义的时候呢 他就不在广西 他在1852年就去了香港 因为被清朝通緝啊 他在香港就真的去教会 还学习西方的事物 和在1854年做了传道人 到了1858年呢 他又去到南京 洪秀全就非常看起他 立刻给他做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 历史学家对洪仁干有很高的评价 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软见的政治家 他写了本书叫做资政新篇 作为太平天国长远发展的纲领 在本书里面 他提出经济上要学习西方 开银行 建铁路 开矿 开油局 要建立有保护人身的司法制度 包括司法独立 要被人办报纸 监督政府 在外交上呢 要放弃清朝那种天朝心态 和外国平起平坐 如果说太平天国开始 是个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红仁干的建议呢 就是怎样进入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 可惜是 他没有机会去建设他的理想 在1864年 他被清朝拉了就处死了 历史学家认为 如果他有多些时间和资源 中国可能是完全不同了 在他身上 我们也看到当时香港 和基督教的重要性 他去了香港几年 在香港是做传道人的 但是呢 就已经有脱胎换骨思想上的改变 太平天国和外国的关係是怎样呢 初时外国是中立的 第三任的港督文咸 和第四任的港督保宁 都访问过太平天国 这个是文咸 这个是保宁 那时当权的杨秀清 就承诺 和各国继续通商 但是杨秀清死了之后 太平天国就反口了 他们不再承诺 一定会进行 清朝和其他国家签的条约 到了1860年 英国法国和清朝簽了北京条约之后 外国就改为支持清朝 还派兵打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气势如雄 但是很快就失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互相内斗 一入到南京 清兵就不断的你打我我打你 各个天皇互相残杀 或者带兵离开 而洪秀全的精神状态 可能也有问题 一早就大权旁落 在清兵差不多打到入南京的时候 他还说 我的天兵多过水 用不怕这些妖孽呢 太平天国最后的失败 是被清朝任命曾国藩建立的商军打低的 这是曾国藩 1864年 南京失守 洪秀全病死了 但是其他地方 还有太平军的活动 直到1872年才完全结束 下一集 我们就会讲下曾国藩、商军 和分析下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